英国前王妃梅根最近到英国见到了查尔斯夫妇 随后卡米拉对凯特的施压便开始了增加 这次还不需要她自己出场 梅根和哈里就会代劳 而且还会非常的积极 凯特最近也是通过晒出家庭照 侧面的回击了哈里夫妇 对于卡米拉 原本凯特是保持中立态度的 这次事情之后 凯特也是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看到凯特和爱妮公主相互晒出了合照 两个人会一同出席活动 而这更像是在表达一种姿态 那就是两个人会一同反对卡米拉 即使卡米拉未来会成为王后 但是她在王室的日子并不会好过 凯特对待卡米拉的态度 原本是有一些顾忌的 毕竟伊丽莎白女王在宣布将卡米拉 确认为未来王后的时候 是和凯特沟通过的 而在这个消息宣布之后 凯特便罕见的单独陪着查尔斯夫妇出席活动 活动中凯特和卡米拉也进行了沟通 看上去两个人的关系是缓和的 凯特的内心不是非常的欢喜 但是她还是鼓劝了大局 只要卡米拉不主动对付自己 凯特也不会针对卡米拉做事情 毕竟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明确了王室后宫女主人的顺位 卡米拉这次同查尔斯一同见了哈里夫妇 不论卡米拉在这次会面的时候 是否谈论了对抗凯特的事情 随后梅根的动作对凯特是一种挑战 而且哈里夫妇在温莎并没有同威廉夫妇见面 这些动作足以让凯特视作卡米拉对自己的施压 所以凯特要进行回击 凯特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温和 她的性格属于外柔内刚的类型 卡米拉主动的进行挑战 凯特自然也会选择最高效的方式进行回击 这一次我们看到凯特很快发现了王室之中的盟友 她选择和安妮公主一同对抗卡米拉 安妮公主看上去非常的低调 但是她在王室之中的地位非常的高 丽莉莎白女王身边的安保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她在负责 英国王室每年出席活动最多的往往是安妮公主 她可以说是英国王室中影响后宫的一个角色 凯特之所以选择拉拢她 是因为这个角色使卡米拉无法去拉拢的 如果说卡米拉只是间接地害死了戴安娜王妃 那么安妮是真的被她抢走了男友 所以在伊丽莎白女王确认卡米拉的地位之后 安妮公主第一个出面反对 她对卡米拉的态度比威廉夫妇还要坚决 凯特晒出了两个人一同探讨的照片 这也是拉进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的方式 安妮公主本身还是比较傲娇的 我们看到她也回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是安妮公主在右下角 然后凯特在旁边深情缓缓地看着安妮公主 这个照片说明了两个含义 一方面安妮公主还是比较傲娇 另外一方面则是同意了和凯特在同一个堡垒里 卡米拉这次是要有些担心了 毕竟安妮公主和凯特在英国王室的能量 要超乎她的想象 她即使是成为了王后 却也注定是一个过度意义的王后 就如同柴尔斯只是给威廉做过度一样 丹安娜就是天生的巨星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王室成员 会被这样的关注 即使她已经离世25年了 人们依旧是迷恋她优雅的穿衣风格 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丹安娜王妃创造了很多奇迹 20岁时和查尔斯王子的世纪婚礼 全球的转播观看人数达到7.5亿人色 万人空相 下入王室之后 魅力大到超过了英国女王 是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甚至因此引起了丈夫查尔斯的嫉妒 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婚姻 甚至至暗时刻她的葬礼 全球20亿人看电视转播就为她送上一程 连她的情敌卡米拉都不得不承认 全世界的男人都爱着你 丹安娜王妃因为她绝美的容颜 修长的美腿 亲和的魅力 低档起伏的人生经历 让她成为本世纪最传奇的王妃 其实在短暂的一生 不仅让粉丝痴迷不已 更是迷倒了众多显赫的名流人士 在她常常的追求名单里 甚至还有特朗普和西班牙国王等人 胖小鸭如何蜕变成白天鹅 她是人人都羡慕的灰姑娘 是人民的王妃 全世界都爱她 可唯独她的丈夫查尔斯 对她不闻不问 甚至让她成了第三者 最初的丹安娜虽然美丽 但是并不出众 刚刚查尔斯谈恋爱的时候 还是个胖妞 被新闻媒体抓拍到了丑照 那时候的丹安娜又土又胖 但是丹安娜善于学习 此后的丹安娜非常自律 通过节食再也没有胖过 还学习了很多王室的礼仪 学习时装搭配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登至查尔斯的面追求 戴安娜的胡安·卡洛斯国王 西班牙老国王胡安·卡洛斯 因为有5000个情人 闻名于世界 可人们先为人知的是这个老四批 曾经登至查尔斯的面追求过戴安娜 继西班牙前高官阿玛多·马丁利斯·英格尔斯 发表的传记《胡安·卡洛斯》 拥有5000个情人的国王中介绍 胡安·卡洛斯一生中所拥有的情人超过5000名 这倾城之恋中包括了意大利公主 西班牙选美皇后 西班牙著名歌手 商人 社交名媛 比利时家庭教师 1986年 查尔斯王子带着娇妻戴安娜 和大儿子威廉王子 一起出国访问来到西班牙 一见到戴安娜 胡安·卡洛斯就被文明狭隘 风情万种的戴安娜王妃 迷得魂不守舍 立刻就大谢殷勤起来 其实胡安·卡洛斯的妻子 希腊公主索菲亚也是个大美人 并不比戴安娜差 而且索菲亚是真正的公主 但是嫁不住丈夫胡安 是个爱猎奇的花花公子呀 面对着像戴安娜 大献殷勤的胡安娜副样子 查尔斯和索菲亚王后 也是尴尬得要命 只是本着成年人 不拆穿的原则 看着她演戏 为了能够制造独处的机会 胡安·卡洛斯还邀请戴安娜 单独和她出去遛狗 但是被聪明的戴安娜 决绝了 怨人无数的胡安 在戴安娜面前无计可施 遭遇了爱情的滑铁炉 后来戴安娜在回到英国之后 还和自己的仆人说道 我知道她 指的是西班牙国王喜欢我 但是我对她没有兴趣 热情过度的特朗普 吓得戴安娜花如失色 见听丑闻之后 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偷情事件 曝光于世 戴安娜王妃也破罐子破摔 直接就开始跟各种男人调情 王氏勒令他们两个离了婚 离婚后的戴安娜身价依旧是上涨 各种权贵名流 蜂拥而上 都想一亲绝世王妃的方泽 娶回家重当门面 这里就包括房地产大亨特朗普 80年代 两个人都各有家庭的时候 有福之福的特朗普 就深深地迷恋迷人的戴安娜 总是不停地喝喝戴安娜送鲜花礼物 笑得戴安娜花如失色 称 这位绅士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90年代 在曼哈顿举办的一个晚宴上 特朗普当着妻子的面 向戴安娜大献殷勤 并且邀请戴安娜 去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打高尔夫球 但是被戴安娜委婉地拒绝了 当戴安娜离婚之后 特朗普对戴安娜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每天都给戴安娜送花 每束花都价格不菲 花数之多 每几天花就会堆满一整个房间 而对于特朗普这么猛烈的追求 戴安娜显然不知道如何应对 于是问朋友 塞里纳·斯科特 我该怎么办 她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无所失从 特朗普追求戴安娜没有玩弄之意 当时她的第二段婚姻名存实亡 她要物色第三任妻子 而喜欢超模气质的特朗普 对高挑气质出众的戴安娜情有独钟 她曾对有人说 戴安娜真的很美 可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她的美 她是拥有超模一样的漂亮出众 她身材轻长 有美丽动人 皮肤完美无缺 她的美应有尽有 特朗普是要把戴安娜当老婆那样取进门的 特朗普曾经在书里说道 我非常倾慕戴安娜王妃 她很疯狂 但这都是小问题 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能够和她有一次非常完美的约会 而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和戴安娜王妃约会过